本集由中国土豪协会赞助播出 我们不想和影序朋友 谢谢啊 什么玩意 少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他喵的不算故意算什么 对不起 把您的衣服弄脏了 我的喵的都吐血了 衣服有什么好关心的 我这是意大利手工缝制的 全球限量版 很名贵的 总之是很名贵的 把您卖了都赔不起 我是正经的宝剑小妹 不是出来卖的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见到我的尊严 竟然有人敢对我动手 从未有过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爱的心跳 一定是的 像我这种土豪 对这种身份卑微 不善打扮 对擅长抽热耳光的平凡女子 简直毫无抵抗力 你还不做 做我女朋友吧 不行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 你还没带我做豪华游挺环游世界 没有在两万英尺的热气球上强吻我 没有在铺满玫瑰花的田野里 向我去爱 还有 我们要无理取闹地吵架 和好 决裂 再吵架 再和好 这样我才能做你女朋友 哦 这么麻烦 那算了 再见啊 等一下 不要走 我发现 就在你转身的那一刻 我已经爱上你了 真的吗 我终于获得了真挚的爱情 你们不能在一起 大妈 你谁啊 吹吹 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 但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没见过面算哪门的青梅竹马呀 乱有成语 富分滚醋好吗 我这么漂亮 而你却为了这样一个打扮吐气 又胖又丑的女人抛弃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还和很多男人有一腿 不信你看 这PS技术也太扎了吧 陷害也拜托稍微用点心好吗 且不说你是否有做坏人的天赋 就比你治智商和长相 我死也不会喜欢你的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的垂垂 我和小妹是真心相爱的 真爱是无价的 56块5 要价居然这么精确 还这么便宜 给你60不用找了 谢谢 带出来我们分手吧 再见 小妹不要走 不是说话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你一直想想的感情戏 你演一个每天从五万平米的床上 起床 加留两百个保洁小妹的霸道总裁 规划一下这部剧男女主角出见的场面 这部戏不需要女主角 五万平米的床 男主角从床上下来那一刻 累死全剧中 我觉得她这个一个男主角下床的过程 应该能拍个二次